我想我是第一个因为老公有钱就想离婚的女人 原因无他 我发现傅念琛有出轨企图 距离真正犯错只有一步之遥 短暂的震惊伤心之后 我又释然了 其实从五年前他公司获得第一笔风头 越做越大起 我就预感到会有今天 傅念琛还是没有逃过有钱就变坏的定律 傅念琛不会知道 那天他和顾宁川聊他出轨话题时 我就端着咖啡在书房门外 哎 老傅 电视台的审星不错啊 你怎么想的 傅念琛漫不经心地回 有心无力啊 那你还送他马沙拉蒂 有钱也不是这么使的吧 我手指一僵 心向玄中空撞 马沙拉蒂 不愧是大手笔 然后听到傅念琛略带疲倦的声音 一辆车罢了 嗨 那我先替你吻着他吧 说不定你哪天就改主意了 随你 关于沈星的话题到此就结束 两人继续谈论合作项目 似乎只是男人闲暇抽了根烟 说了点风花雪月罢了 独慎重要 那杯咖啡到底进了我的肚 让我一夜睁眼到天亮 而可笑的是 当年结婚 我们穷到没钱半酒席 傅念琛正在给我筹备一场盛大的婚礼 他一边对我心存愧疚 但也不影响他去讨好别的女人 呵 人心难测 前海难堪 离婚 必须离婚 还得赶快 持则生变 跟何周律师约谈见面 是在一家咖啡馆 那么巧 大厅悬挂的电视 正播放着沈星主持的财经访谈节目 想来傅念琛就是在这个节目里 与她结缘的 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 谈吐优雅 言语睿智 威威道来 在常人 渴望而不可及的富人面前 也丝毫不露窃 何周是我老同学 早就混成知名离婚大律了 见我一直盯着屏幕 便笑着问 向晚 这沈星跟你有点像 我火气当时就上来了 口气很冲 哪里像 沈星是长发 我是短发 何律师疑惑地眨了眨眼 只要是认识你的人都这么说 同学聚会 大家还说起过呢 我眉心一紧 轻吃了一声 那真是不幸 眉心情谈沈星的话题 我直接跟她说 我要跟傅念琛离婚 向晚 你开玩笑吧 终于熬出头了 你要离婚 我是拿婚姻开玩笑的人 我翻了个白眼 我们那一帮同学 见证了我当年 是多么义无反顾地嫁给傅念琛 不怪何周大惊小怪 最穷的时候 你嫁给他 最富的时候 你又离开他 向晚 嫌你有个姓啊 我慢悠悠地回到 何周 当年那个穷小子 你觉得我能把握 现在将成首富 你觉得我能吗 你打了那么多离婚官司 我以为你是最了解的 最了解人性的阴暗和丑陋的 不证实他们这些律师 尤其是离婚律师吗 何周哑口无言了很久 才扎舌试探地问 傅念琛 他出轨了 只差临门一脚 那你管管 现在就判他死刑 未免太狠心了吧 我哼笑 现在我不狠心 马上就换到他狠心了 何周你告诉我 你经手的案子 是凭爱意分得多 还是凭男人的愧疚分得多 等小三真的上位能分多少 还要看人家心意 我不可能做那个被动的人 何周被我噎住了 向晚 你冷静地让我害怕 冷静 我的冷静 是我用五年的时间沉淀出来的 除了沈兴之外 傅念琛身边那个秘书何成 也对他虎视眈眈 已经记不清在哪一天 我去找傅念琛吃午餐时 透过未官员的门缝 看见何成点着脚尖 给傅念琛记领带 随后又细心从自己的饭盒包里 拿出一份温热的醒酒汤 何成总是在他面前示好 他总是拒绝 可那天司机带回家的饭盒里 我做的那份醒酒汤还完好无损 甚至我亲手打的结都没动过一毫 长长的烟灰落在我指尖 何周也无比感慨地看着我 向晚我真该让我那些女客户跟你来取取经 我轻身按吸烟地 笑了笑说 没用的 他们不甘心 也很不下心 不甘心的是把这么优秀的老公让给别人 觉得自己能打破俗套 是个例外 不到最后撕破脸皮 爱意全无的时候 他们也很不下心 所以说人不能太贪心 钱和男人都要 那可是要血本无归的 我不一样 因为谁也做不到我这样 随时在婚姻里给自己筹谋后路 当然 婚要离 但在离之前 我必须要以父太太的身份 好好地会一会沈星 晚间 餐桌上 我特意放了沈星的节目当背景 正是傅念琛那一期 她摸了摸脸 怎么 你也觉得我那天帅 她表现得毫无破绽 毫不心虚 我差点要以为 马沙拉蒂真的是一辆玩具车了 念称 我看中了一辆车 她不以为意 哦 难得你也喜欢车了 哪一款 哪天 我陪你一起去提 我好整以下地看着她 马沙拉蒂 Lanwant 她笑容缓缓一收 随后略带沈夺地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喜欢路虎吗 我敲了敲桌 好 那就路虎吧 反正比马沙拉蒂贵就可以了 没多久 我便和沈星辖路相逢 她的马沙拉蒂撞上了我的路虎缆胜 我设计的 可惜她的车不精壮 沈星无助地站在车边怨恨地盯着我的车头 两辆豪车相撞 引得周围水泄不通 交警第一时间赶到 沈小姐 视频显示你违章掉头 是你全责 沈星心疼地看着被撞瘪的前门 两个车灯破碎 保险杠也弯曲了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 我都做好了扣分的打算 现在好了 两个车都要去修理 她眼眶泛红 先委屈上了 那理所当然的模样 让交警都愣了 旁边有个暴躁的男车主 没忍住叫道 你是平时被人让多了吧 可人家是路虎懒胜 怕你个毛啊 解气 果然打扮魔法的还是魔法 我看够了热闹 这才慢条斯理 打开车门下来 沈星的指责扑面而来 你在前面慢悠悠开什么 马路是商场吗 我想超车 你又不让 非拦着我是吗 我赶时间实在是没办法 才踩了一脚油门 你 她的话 在见到我时戛然而止 脸色瞬间苍白 我便笑了笑 有这么好的车 还得赶时间上班赚钱 看来马沙拉蒂 也不能改变命运 还得有个好男人才行 这样便也可以像我一样 不急不慢地开车了 沈星咬了咬牙 脸色铁青 一句话不说 就重新上了车 对交警说道 处理好了吧 我赔就是 交警点头 赶紧指挥恢复交通 我若有所思地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冷笑了一声 我急着离婚 但没想到 沈星比我更急 也有可能 是不服气 我撞她的车 隔几天 就收到从顾宁川手机里 传来的一个视频文件 四方麻将桌上 傅念琛挨在沈星的身边 挥手指点江山 沈星去了她一眼 撒娇地说 副总 你说打哪一张呀 我手心都冒汗了 傅念琛宠宠溺地看了她一眼 随意 输了算我的 桌上的几人便大声哄笑 沈星低头摸牌时 长头不时垂落 傅念琛体贴又自然地拿起桌上的皮筋 替沈星挽上了发 好好发挥 嗯 我手指颤抖地拽了拽我的短发 狠狠暗吸了手机 仍在床上 一种又酸又痛的感觉涌了上来 我站立不稳 血气直往上冲 双手紧紧抠着桌面 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凡她出轨对象不是沈星 我可能还会好好成全她 视频收到没多久 顾宁川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她焦急地辩解 嫂子 不好意思 视频撤不回来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发的呀 拜托 千万不要和老傅说 我平淡地回到 我知道不是你 她大大松了口气 你别多想 老傅对你的感情 你还不知道吗 那就是场面的应酬 我敢保证 我出轨一百次 她都不会 所以 你想拉她下水了 她不由得汗颜 是是是 傅太太一针见血 是我的不对 我索然无谓挂了电话 这个情场浪子的话 我一句不信 但有一句 她倒是没说谎 她再浑 确实也不敢 朝我手机里发那种视频 这种事情 只有沈星那种 有家教渊源 上行下校的女人 才会做得出来 顾宁川当初那一句 我替你吻着她 不就证明 她对沈星也动了心吗 不过是顾念着傅念琛 没敢胡口夺食罢了 沈星能拿到她手机 想必不难 我打电话给何周 怎么样 一份离婚协议 你出一周 哪呀 老同学了 这不是给你冷静冷静吗 明天不给我 我另找人 哎 行行行 是时候出手找傅念琛摊牌了 见了总裁办 我直接了当提出要求 念琛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 傅念琛手肘撑在办公桌上 食指交叉 略带审夺地看着我 傅太太来者不善啊 我倾下身 扯出一抹没有温度的笑容 不敢 我只是来像傅先生要一样东西 什么 我一字一句地说到 马沙拉蒂来望他的钥匙 他一愣 瞬间脸色几经变幻 我们对视了几秒 互不相让 最终他无奈地哄着我说 晚晚 那不重要 没多少钱 他满脸 是我在无理取闹 你从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我懒得与他争辩 傅先生 可以要回来吗 傅念琛的视线牢牢地盯着我 似乎是在猜夺我话语有几分针 我毫不示弱地盯着他 他咬了咬牙 又用手揉了揉眉心 最终还是回道 可以 明天给你 这是我第一次 这么不给傅念琛面子 但无所谓了 目的达到就成 多谢 我淡淡一笑 干脆利落地转身就走 手握住门把那一刻 身后传来傅念琛的声音 碗碗 你是在吃醋吗 我不置可否地回道 你可以这么想 拿到马沙拉蒂 来望特钥匙 我又马不停蹄去了电视台 直接约出了沈星 楼下咖啡馆 沈星姗姗来迟 形容憔悴 被收回礼物的感觉 不好受吧 沈小姐 请坐 我抬了抬手 她的目光 在接触到我咖啡杯旁边的车钥匙时 瞳孔狠狠一锁 随后一屁股不客气坐下来 对我吃笑 傅太太是来向我炫耀吗 她撩了一下头发 不服输地看向我 钥匙确实是傅总朝我要回去的 可是像她那种地位的男人 要回送出的礼物 当然会有更贵重的补偿 我淡淡地看着她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当然知道 但无所谓 而且傅太太这么做 很让男人没面子 我静静等她说完 然后将车钥匙 缓缓推到她面前 她的面子 在我这里不重要 沈小姐 一辆马沙拉蒂 不值得我炫耀 我拿回来 只是想 我停顿了一下 她神色警惕地看着我 我轻笑出声 我只是想 亲手送给你而已 她目光猛地直视向我 你什么意思 我慢条思理地说道 你想要 我可以给 但你不能抢 懂吗 我的好妹妹 她瞬间脸色煞白 手里端着的咖啡 箭洒了出来 她赶紧放下 我晚闭冷笑地看着她 此时的我 像一只浑身乍毛的刺猬 没错 沈星就是我同父一母的妹妹 截止今天 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 所以我们互相 都假装不认识对方 其实听到沈星 这个名字的第一感觉 我就知道是她 车祸现场 沈星当然也第一时间认出了我 她的目标是赴念琛 又怎么会不打听 父太太的身份呢 只是还没正式上位 低调地选择不相认罢了 按照我对后妈的了解和家教 到时目的达成了 沈星再委屈巴巴地说一句 姐姐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念琛是姐夫 我又怎么会如她的愿呢 离婚可以 让沈星闻到 父念琛的胃 都是我向往无能 她想像江陵当年 对待我妈一样对付我 怎么可能 拜她们母女所赐 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永远别让人有 打得你措手不及的忌讳 婚 我会离 但你 永远不可能是父太太 因为这是 我离婚其中一个条件 我冷笑着看沈星的面容 一寸寸雪白 继续嘲讽道 当然 你可以选择做地下情人 朝富念琛要点零花钱 只不过这样 江陵会失望的吧 江陵一直对你寄予厚望 一定希望你清出于蓝 区区情人 你们哪看得上 沈星的惊喜还没涌上 又被我狠狠打落深渊 她咬唇颤抖地问 姐姐 你就这么恨我吗 当年我也是无辜的 我冷眼旁观她演戏 随后 她试图打感情牌 爸爸这些年对你 也很愧疚 只是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妈和向阿姨的事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姐妹 我无动于衷 冷笑地说 沈星 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 我的人生 输一次就足够了 沈星脸色一变 大约想不到 我这么尤言不尽 于是也不再演戏 听念琛说 这几年你们的婚姻 并不幸福 主要是你不满意 她其实跟你在一起很累 没错 但你没机会了 我昂首挺胸 结束了这次面谈 提包就走 沈星在我身后吼道 姐姐 能让你离婚 我也不亏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你顶多算是我离婚的一个导火索而已 我淡淡抛下一句 毫不恋战 回家后 我就跟傅念琛 闹起了冷战 一 当然是因为气氛 她找谁不好 偏找了我后妈的女儿 二 要离婚了 总不能还演得恩恩爱爱的吧 我总得有个苗头 礼仪公司找我谈婚礼布置事宜 我直接把项目搁置 说有了新想法再找他们 过季的婚礼 谁爱要谁要 当天晚上 我就做了噩梦 那时我还叫沈婉 三岁 沈星的母亲江玲 是我爸的秘书 一心想飞跃之头 那天 她拿着一张币抄单 挺着大肚 直接冲进我家 说她怀的是个男孩 沈家家大业大 不能没人继承 说我妈没有生儿子的命 趁早放手 还能让我爸多分点财产给她 她母平子贵 态度嚣张 我妈一个在家 相夫教子的黄脸婆 哪是她的对手 我爸拿着那张币抄单 如获至宝 不以为耻 反让江玲别动了胎气 让我妈滚出去 我妈气得晕倒 最后是我奶奶出面主持公道 她可不像我爸 随便可以糊弄 一边安抚江玲 一边稳住我妈 相娟 男人有了钱 哪个不在外面玩玩 那都是不要脸的贱人 你生了玩玩 谁也动摇不了你 有一说一 我奶奶当年对我这个大孙女 还算不错 我妈被她说的 她说的有点心动 主要是自己这些年没有工作 为我爸为这个家奉献了所有 离婚她怕争取不到我的抚养权 可江玲只安分了一阵 又来闹腾 后来我奶奶因病过世 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到处宣扬 自己怀的是儿子 死死勒住我爸的软肋 等她介入得越来的越来越深 越来越把公司当成自己的 开始怂恿我爸转移财产 说是为了他们的儿子着想 分给我妈 到时她还要嫁人 都成为别人家的了 我爸就这么被江玲洗脑 最后强硬地离了婚 结果是我妈净身出户 又因为没有收入来源 我理所当然被判给了沈家 三岁到八岁 整整五年 江玲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 我在那个家活得比庸人还不如 后来江玲生了个女孩 谎言被拆穿 我爸开始整日在外留莲花丛 这更加让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江玲把对我爸不满 迁怒到我身上 动辄打骂不休 轻则罚我禁闭 因为这段童年家庭事故 我以为我一辈子不会结婚 直到遇到傅念琛 如今 她沈兴想复制上一辈的故事 问过我同意吗 我不会像我妈一样 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的 傅念琛听说婚礼取消了 来找我问个究竟 我顺手拿出那份离婚协议 离婚吧 傅念琛蹭地站起身 向晚 你疯了 我冷静地看着她 你知道我没疯 这些年 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有这个想法吗 她胸口剧烈起伏 插着腰在屋里来回转 为什么 因为沈兴吗 你别无理取闹了 我知道 她是我小姨子 我狠狠地把离婚协议 甩到她脸上 你知道个屁 你要是知道 就不该这么做 我吼出声 尖锐又破了声 扭曲又颤抖 傅念琛 我怎么不知道 有了钱 你就这么自以为是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傅念琛脸上被纸张的边缘 划出了道道血痕 她震惊地看了我半上 似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两久 她走了过来 紧紧地抱住我 晚晚 我只想你和原生家庭和解 我还在犹豫 是不是该这么做 你就知道了 我强硬的盔甲 在这一刻溃不成军 强烈的悲愤 让我眼泪大颗滚落 无声砸落在她吸服的肩枕上 傅念琛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 我知道 五年前你就看了心理医生 我什么都知道晚晚 傅念琛紧紧拽住我的肩膀 声音隐忍又沉痛 我喃喃 傅念琛 你凭什么 你经历过我的痛吗 你凭什么做我的救世主 那一家人 我恨不得他们去死 不止我是那一家人的受害者 你也是啊 你凭什么让我跟他们和解 他们配吗 傅念琛替我失去眼泪 晚晚 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背叛你 送沈星车 是因为顾宁川想追她 你知道她有多混蛋 她到底是你妹妹 我狠狠地推开她 她是不是只把沈星当小姨子 我不想深究 但沈星想上位的心 昭然若揭 不重要了 念琛 签字吧 结婚时 我说过 有一天我们这段关系 让我不舒服了 你会放我离开 晚晚 她无奈地喊 我厌倦地说道 我知道公司现在是关键阶段 我们不做分割 我只要股份就好 另外 傅太太不能是沈星 这就是我全部的条件 向晚 你觉得你这样公平吗 傅念琛一把甩开离婚协议书 逼近我 血红着双眼狠狠掐住我的脖子推上墙面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心狠地对我 傅念琛 我不想考验人性 以后 你会感谢我的 她看了我半晌 头深深埋进我的脖梗 低声问 晚晚 非要如此吗 请傅先生成全 我说 她狠狠地瞪着我 我冷静地与她对峙 随即傅念琛一把甩开我 转身 刷刷几笔签上了字 不再看我 你真的好样的 向晚 办完手续那天 我去我妈家吃饭 自从八岁那年 她有了谋生手段 把我争取到身边 我们就一直相依为命 为了我 她没有再婚 见我一个人上门 她还称怪 怎么没带傅念琛一起来 我预感 要是直接说了离婚 这顿饭 可能没办法好好吃 便只说 傅念琛有应酬 我妈点点头 叮嘱我们 赶紧要个孩子 她紧紧揪住我的手 苦口婆心 晚晚 是不是念琛要避孕的 以前说要孩子不是时候 现在她可不能找理由了吧 看着我妈患得患失 成惶成恐的模样 我恍惚觉得 如果继续 我和傅念琛的婚姻 我大概也会变成我妈这样 没有安全感 慌不择路 只想赶紧找个孩子当扶墓 我淡淡地回 没有谁说不要 也没有谁说要 顺其自然吧 认真想想 结婚这么多年 我和傅念琛 只谈过一次孩子的问题 仅有的一次 在简陋的出租屋里 她隐忍地抱住我 晚晚 我保证过 让你结婚以后 不跟我受苦 现在 我没有时间照顾你 不忍心让你生孩子 我想了想 理解得点头 那时她还轻嫩 看着我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要是创业失败 起码你还有得选 我听了气死 揪着她耳朵就骂 好啊 傅念琛 是谁说不离不弃 白头到老的呀 失败 你现在不就是在谷底吗 不如我再选一次 她马上举手讨饶 别别别 晚晚 我错了 然后又深情地稳住我 总之 我的意思你知道 什么都行 你受委屈就不行 我又哭又笑地抱住她 不委屈 我不做糟糠气 你以后功成名就了 我也不委屈 她便煞有其事地点头 恩 不愧是我挑中的女人 可她终究还是让我受委屈了 五年前 让我第一次动了离婚念头的 是傅念琛的合伙人陈总的妻子 那时他们的公司刚有起色 获得了一笔大的风头 不亚于九穷乍富 陈总率先蠢蠢欲动 在外面找了个小三 迫不及待要分出股份 便现过逍遥日子 因为两家合伙 我和陈太太的关系十分融洽 创业那几年 陈太太见我没在公司任职 反而在电台主持一些娱乐休闲的节目 还笑着调侃我 向晚 真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 公司正需要人手呢 我拒绝了 创业时最艰难 我可吃不得这个苦 你就不怕到时公司发展好了 念称不念你的好 她劝我 在公司做大之前 多点存在感 将来父太太的位置我也坐得稳 我满不在乎地说 她穷 我不嫌弃 将来她富 我也不会卑微 我确实安之若素 幼年时的经历 让我非常反感 奉献牺牲人设 任劳任怨 最后一无所有 我对婚姻早早就没有信任 要不是因为赴念称 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结婚 况且 我又到 我不给她压力 不念叨她 任她翱翔 不就是对男人最大的支持吗 祥古不用重锤 赴念称从不是需要女人助力 才能成功的男人 陈太太当然对我无奈地摇头 用过来人的语气说 晚晚你太年轻 还不太懂事 以后就会知道了 我但笑不语 只知道 在婚姻里 除了自己 没有谁可以给你安全感 我只想将来离婚时 自己的委屈 不平 可以少一点 这些都是江玲和我母亲的事迹 给我的写的教训 其实那时 我还没有动离婚的念头 直到陈总找小三的事 闹得人尽皆知 陈总和陈太太 昔日这对同甘共苦的夫妻 对不公堂 陈总的小情人 也和江玲一样 不舍得陈太太分财产 两人背地里 早就防着陈太太 先是陈总彻骨变现 随后创业失败 傅念称当时被陈太太求着 去当说客 她也很是无奈 告诉我 陈总这事在转移婚内财产 陈太太到底反应的还是太慢了 其实陈总的出轨 早就有了预兆 只是陈太太忙着公司里的事 风风火火的 忘了后院起了火 宣判那天 我和傅念称也去了 陈太太在亭上撕心裂肺的控诉 她为丈夫牺牲了多少 骂她是白眼狼 心狠 可惜 无济于事 这些话并不是呈堂证据 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优势 任凭她在努力 不爱她的男人 只给她在指缝中 露了一丁点打发 庭审结束后 她憔悴万分来跟我告别 她无言面对我 向晚 别像我 趁她还爱你时 早点脱身 别等愧疚都没了 只剩算计 她拿着那份薄薄的财产 自此再没出现在江城 而那合伙人和美艳的小三组成家庭美哉悠哉 那段时间 我闷闷不乐 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 傅念称抽出空 带我出国旅游 在飞机上 我们促膝长谈 晚晚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陈乔心不在王南欣上了 不是吗 所以她认为 我在矫情 你觉得 陈乔这么做是应该的 我问 傅念称疲惫地按了按眉心 晚晚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感情的事 我们无法评判 陈乔的财产转移 都是合法的 那时我就知道 傅念称已经完全 蜕变成一个精明纯粹的商人 晚晚 你在担心什么 怕我跟陈乔一样 下飞机前 她开玩笑似的 掐我的脸颊 我顺势就问 是啊 怕你不爱我了 一分钱都不给我 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哑声笑道 不会的晚晚 是不会不爱我 还是不会一分钱不给我 我没问 只是赌气说了一句 那好 以后我要在你最爱我的时候 离开你 你的爱和钱 我都带走 负面称宠溺地看着我 好 都给你 所以 别再不开心了 好不好 好啊 我扬声笑道 那一刻 我就想好了 将来真有这么一天 我要做先转身的那个人 我也终于做到了 等我回忆完这一段 饭也吃完了 我准备向我妈坦白 我离婚了 我妈一边起身收拾碗筷 一边对我恨铁不成钢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还是赶紧生个孩子要紧 妈 当年那个人飞黄腾达了 你就算生了 我也没捞到半分好处吧 我妈瞬间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 我手指轻颤 我轻声道 妈 对不起 她定定看了我半赏 抹了抹眼泪 是我对不起你 总之 你心里有数就好 我有数 比谁都有数 妈 我离婚了 不用再担心这些 我拿出了离婚证 我妈震惊地看着我 抢过去翻开 身体晃了晃 指着我说 向晚 你是想逼死我吗 离婚 你真是了不得呀 面称宠你 你就无法无天了 我痴痴地笑 妈 等她不宠我了 我就来不及了呀 我妈垂胸顿足 哀好了一声 我自顾开了一瓶酒 你哭什么 我比你运气好 她分了我大半家产 所以呢 你满意了 我点点头 嗯 我很满意 何周也很满意 我这桩离婚官司 已经成为 她的经典案例了 相信等明天报道一出来 她的身价也会暴涨 我妈脸色铁青地盯着我 向晚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知道 她一直以我的婚姻为傲 她不想我走她的老路 可她根本不能理解 这才是我的翻身账 妈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过怕了 你知道吗 离婚后 我睡眠都好了 我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泪流满面 紧紧抱住我 晚晚 是妈当年没用 没保护好你 让你受了那么多伤害 让你不敢相信婚姻了 我笑着调侃 妈 跟那些没关系 只是这几年父太太的日子 我看得太多了 要不就是男的找小三 原配成为怨妇 两人同床一梦 要不就是心照不宣的各玩各的 要不就是像陈太太一样 落得凄惨的下场 没有其他下场 我妈哭着心疼地抱住我 晚晚 念称不是那样的人 你就不能相信念称吗 我摇了摇头 妈 你以为江城首富 就是念称的终点吗 不是 我比谁都看好 傅念称的才华和能力 魄力 她的未来耀眼到 我根本不敢睁开眼 幼年的事 对我是有影响 但我却是感激我妈的 就因为她的悲剧 我一直在感情里保护自己 从来不会付出全部 不会让自己有机会 成为糟糠妻 黄脸婆 结婚十年 我在赴念称正 没受过委屈 没吃过苦 现在 光是这大把的股份 可以让我逍遥过一辈子 没有什么 比钱更有安全感的 从此不用再披富太太的皮 我洒脱的收拾行囊 去了国外旅游 在蔚蓝的海边 晒着阳光浴 不巧那个渣男 竟然给我打来电话 沈婉 你离婚了 要不要来爸的公司 爸老了 公司终归还是你们姐妹的 我嘲讽地笑了一声 沈老 你是不是过糊涂了 沈家 不是早就落魄了吗 不然某人 也不会死气白赖 要了一辆马沙拉蒂 就欣喜若狂 电话对话 传来剧烈的咳嗽 随后是江灵接过电话 向晚 你别得意 傅念琛只是暂时拉不下面子 早晚我星儿会是傅太太 江灵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恬不知识 沈老的呵斥声传来 上不面的台的女人 滚出去 两姐妹争一个男人 你要不要脸 星儿嫁给谁也不会嫁给傅念琛 老头子 你疯了吧 你知不知道傅念琛是谁 要不是他帮衬 你这破公司早就破产了 我管他是谁 这种见一丝牵的男人 配不上我的女儿 哼 你现在清高了 当年 我冷笑了一声挂了电话 好意出狗咬狗 沈老盼了一辈子的儿子 到底没从江灵肚子里出来 现在反而想到我这个女儿了 转头我就把这一家子 几品抛之脑后 我玩得乐不思蜀的时候 我妈给我打来电话 晚晚 姓沈地寄了些文件过来 好像是一些财产转让的资料 哦 她要死了吗 我妈叹了口气 可能是老了 愧疚了吧 我轻斥了一声 你告诉她 我的离婚 赔偿金她一辈子都赚不上 不是每个人都像她一样 对原配抠嗖 我妈念如地说 确实 她对念称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我要挂电话 我妈又道 对了 念称天天来家里吃饭 有应酬不来 还会让人通知我 我淡淡嗡了一声 比你们结婚时 来得还勤 外面也没什么绯闻 我烦躁地说 妈 这些事不用跟我说 以后你可以不用接待她 后来 怕再接到这些电话 干脆关了手机 回国后 闺蜜温乔 喊我参加同学聚会 不去就断交 没办法 我只好无奈前往 同学聚会 永远不缺八卦是非 我和何州到场时 在门外便听到 陈飞飞的大嗓门 我就知道 傅念称和向晚会离婚 有钱男人哪个不变坏 向晚现在 肯定后悔死了吧 吃了几年穷也没落到好 要是当年选择许木白多好 有同学调侃笑话她 飞飞 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 最近报道你没看吗 傅念称的离婚案 成了国内富豪 分手费排行榜第一 就是 她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钱的 还有你别忘了 许木白还没结婚呢 陈飞飞不服气 肯定是傅念称 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让向晚抓到了把柄 看着拿了大把分手费 其实暗地里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呢 那人家也是坐在宝马里哭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陈飞飞你就别操着闲心了 我在门外听了一阵 对何周似笑非笑 同学聚会真有意思 何周尴尬一笑 进去吧 不就陈飞飞一个人 杂杂呼呼吗 十周年同学聚会 可不容易骑 你就勉为其难当个年和计吧 果真 做了律师就是会说话 没有我的影响力和出名 人数的确怕不会来得这么齐 我倒是真不知道 我的离婚竟然还上了新闻报道 温乔急匆匆而来 在后面拍了我一巴掌 干嘛呢不进去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随后陆续有人站起身来迎接我们 陈飞飞咬唇站在最后面 温乔是班长 也是这次组织人 他拍了拍巴掌 老同学们 今晚消费 咱们都按最高规格的来 谁最有钱 谁买单 掌声 吆喝声雷动 场面瞬间热闹起来 我无奈地笑笑 乐意知智 大家随意 何周和我接了一掌 像玩好样的 咱们都别辜负了呀 习致半途 温乔略有罪意地说 本来想搞个校友会 能来多少来多少 后来想想算了 我垂下眉眼 淡淡一笑 本来我和傅念琛不离婚 确实是可以办一个校友会的 傅念琛和许木白高 我们二姐 是师兄 到底是不适合聚到一起的 有位男同学向我敬酒 一脸地羡慕佩服 咱们办 我最服的就是向晚 傅念琛最穷的时候嫁给他 最富的时候离开他 这魄力谁比得上 众人哈哈笑着拍起掌来 说得真好 真洒脱 还是向晚有个姓 陈飞飞也向我举杯 我啼笑皆非 原来这在外人看来 便是洒脱个性 但我好像也没办法反驳 温乔拍桌而起不乐意了 老同学们 这是同学会 不是向晚的人生批判会 来来 一个个地说说 这十年大家都咋过的 何周也起身吆喝 可不 不能让向晚一个人出风头 至此 整个同学聚会的节奏 才走向正轨 场面热烈 我也喝得满脸通红 快结束时 服务员敲门 带了一个人进来 温乔你不够意思 在江城不喊我 这东道主非我不可了 傅念琛满面春风地走进来 温乔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满是无辜 傅大总裁 您日理万机 我这不是怕你没时间吗 同学们皆痴痴笑了起来 傅念琛泰然自若地坐下 自嘲地说没办法 再没时间也得抽时间 不然媳妇真的跑了 众人视线齐刷刷看向我 我无语至极 听她这话的意思 还想继续纠缠我 可离婚协议都签了 她总不能不认账吧 温乔也看出我的难堪 翻了个白眼 调转话题问我 向晚 你现在这么有钱 以后准备找啥样的男朋友 我摸着下巴想了想 嗯 最大的可能是 找个鲜肉小奶狗吧 傅念琛的脸顿时就黑了 晚上 我在许木白的心理咨询室里 她也问了这个问题 向晚 你未来还长 有没有想象过你将来另一半是什么样 我歪头想了想 大约是像年轻的傅念琛吧 许木白摸摸鼻子苦笑 你还真是懂得打击我 我拍了拍她的手 直言道 木白 这是我的真心话 你知道的 我向晚这一生 能爱上傅念琛 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勇气了 做了我五年的心理医生 许木白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 她长嘘了口气 起身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走到一楼停车场 我顿步 木白 你该继续走下去了 我不是她能等得起的人 十年前我拒绝她的表白 就这么跟她说过 许木白双手插兜 在夜色中深深看着我 我也仰头看着她 直到一束车灯 默然打到我们身上 砰的一声 傅念琛关门 大步朝我们走来 向晚 这么快就找到下架 她的嗓音 在夜色中 像染上霜 我愣了一下 马上挽上许木白手臂 傅念琛咬牙 一把扯过我往身后拉 接着 她一拳 就招呼上许木白的脸 许木白闷哼了一声 身形亮呛了一下 我忙上前拉住傅念琛 贺道 傅念琛你干什么 你怎么打人 我深深为刚才自己的行为后悔 我是真没想到 傅念琛会动促 傅念琛胸口起伏 拉着我冷冷地 我瞪着许木白 她该打 我 我气得跺脚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却听傅念琛又道 许木白 耍我好玩吗 嗯 许木白一口吐掉血水 哼笑了一声 肩膀都抽动了起来 我是有耍弄你的成分 可我也告诫过你吧 这招轻易不要用 不是谁都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我慢慢冷静下来 目光在两个对峙的男人中徘徊 傅念琛是什么时候和许木白联系上的 许木白耍弄了傅念琛什么 傅念琛拉着我到了江边 他狠狠往湖里摔了一个小石子 咚的一声 惊飞了湖面的野鸭 许木白说 只要你和原生家庭和解 释怀 我们婚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正好当时沈星的节目想邀请我 我就想说试着接触一下 当时顾宁川对他有想法 他来向我求助 我也担心他伤害你妹妹 就顺势假装和他在一起了 原来 这就是沈星整件事的始末 傅念琛也早就知道 我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我沉默了一阵 才到木白没有骗你 他也建议我和后妈一家接触 不过 每次都遭到我强烈的反抗 向晚 他们不重要 我最终的目的是你 懂吗 傅念琛一拳重重锤在石栏杆上 我就是信了许木白说的鬼话 去和你家人接触 想着我们之间已经到绝路 还不如放手一搏 置之死地而后生 看着傅念琛 懊恼悔不当初的模样 我有些想笑 许木白有一张好嘴 这确实是他能说出来的话 这不 精明的傅念琛也成功被他洗脑 其实许木白和傅念琛都没有错 他们只是对我在婚姻里的消极 无奈到极致 才会徒劳的 死马当活马医 但是又怎么样呢 我仍不后悔离婚 那些不能释然的东西仍然存在 我冷声道 念琛 感谢你和我说这些 可在未来 我们不会是同路人 傅念琛满脸震惊 甚至气急败坏 他狠狠捏住我的双肩 向晚 是我解释的还不够清楚吗 我把沈兴喊来对质 他嗓音哽咽了一瞬 还是嫌我太有钱是吗 我去申请破产 你别闹了 我喝倒 你跟继续走下去 我赌不齐 傅念琛 我不是不信你 我是不相信人性 你懂不懂 傅念琛未来那条用金钱铺旧的路 前面早有许多血淋淋的教训和例子 赌王和李嘉诚的原配 谁得了善重 就连自己的子女也下场凄凉 反倒后来居上的二房三房四房过得风光 但我没必要去跟傅念琛争论这些 在他看来 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事 可我也坚守 独自潇洒自保的座右铭 我深深吸了口气 对傅念琛说 现在我真的很开心 请你放过我 傅念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身体微颤 向晚 跟我复合就让你这么痛苦 我坦然地看向他 这五年 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 傅念琛哑口无言 最终我们不欢而散 我不是没看到傅念琛脸上的失望 他定以为解释清楚了就没事了 可是我不想再用婚姻委屈自己了 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了 但我忽略了傅念琛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见我这边没有进展 他开始攻略我妈 我妈先是频繁到我公寓给我做饭 当起了傅念琛的说客 这是生怕我空闲去找小奶狗 终于我忍不住了 头痛地问 妈 你最近是不是太活跃过头了 他瞪大掩压了一声 不好意思地说 晚晚 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变年轻了 念琛给我办了美容卡和健身卡 还给我报了很多兴趣办 太有意思了 所以 这是眼界宽了 心也宽了 从前 比我还患得患失 天天念叨着我生个孩子 巩固婚姻 现在这么积极向上 傅念琛的手段 的确很不一般 我起身出门 约了何周吃饭 躲一躲清闲 听了我的速哭 何周一针见血地说道 傅总这事 想让你妈带动你积极一点 用心良苦啊 向晚 你真的不心动 他眼里闪着八卦的光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 直言道 完全没有 就是很苦恼 婚姻 不管怎么结束 似乎都没办法完美 要不两人撕破脸皮 老死不相往来 要么像我和傅念琛这样 在爱里及时止损 但总有一方不会甘心 所以我思前想后 给傅念琛打了个电话 尽量以他的思维 试图说服他 傅念琛 如果把我们复婚 当成一个大项目投资 我想告诉你 在我这儿 他的风险评估没有通过 我不想投入去冒险 傅念琛大约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在电流里沉默了一阵 向晚 你非要这么定义 我们的感情吗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回 念琛 我不看好这个项目 不代表他不会成功 但我愿意为我现在的决定买单 我冷静地说道 我和傅念琛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在我真正迈出离婚那一步后 我比谁都深刻认知这一点 傅念琛冷吃了一生 向晚 我感受到 你为了说服我放手 是多么担惊截虑 对此 我无话可说 最后挂电话时 我道 离婚 你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和尊重 现在我不会阻止你做什么 但念琛 我希望你早点释怀 我妈已在门边 悲伤又无奈 向晚 我今天才知道 你这孩子心这么狠 你这么理智 绝情 是一点不给他希望啊 我淡淡地说道 也许我当初就不该结婚 没有早一点明白 其实我根本就担负 不起婚姻的重担 傅念琛再次上了审星的节目 跟上次一身精英打扮不同 他轻瘦了很多 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 温乔给我打来电话调侃我 向晚 傅念琛挺拼的呀 这样是显年轻了不少 不会真的怕你看上小奶狗吧 我不置可否 傅念琛追求前妻在江城 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现在就看我们谁先败下阵来 其实准确地说 是傅念琛非与我扛上 沈星的采访反而没上次地放松 而是有些拘谨 傅总最近是喜欢上了某项运动 傅念琛疏离又自嘲地说 没有 就是穿给某人看看 我颜值其实也不差 沈星肉眼可见地强颜欢笑起来 试探地问 那得恭喜傅总 有了新恋情 借你吉言 傅念琛淡淡地说道 这西字如今 淡漠的态度 几次让沈星差点圆不了场 我妈都戴上老花镜 认真看了起来 莫了问我 念琛不会是特意上节目 帮你出气的吧 我翻了个白眼 妈 你不是要保养 赶紧睡你的美容觉吧 妈起身 伸了伸懒腰 哎呀 老了老了 你们年轻人的一套 我是看不懂了 临近门前 我走上前 从背后搂住我妈 谢谢你 妈 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真的很开心 我由衷地说 妈拍了拍我的手 晚晚 妈也该为自己而活了 改天让你见个叔叔 我瞬间惊喜 真的 我妈难得有些害羞 认识有段时间了 在健身房认识的 一直不敢和你说呢 怎么会 我巴不得呢 我真心替她高兴 临睡前 她到底还是没忍住 晚晚 妈已经重新开始了 不怕未来 你也给念琛个机会好不好 我深深吸了口气 无奈地说 妈 你真不用愧疚 小时候的事 如果真的对我有影响 我可以向你保证 现在已经成为了正向的影响 不是我负面的压力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 我现在 真的 真的非常的开心 开心到我根本不想有第二个选择 江城首富富念称 离婚天价分手费的热点还没过去 她高调表白前妻的新闻 又闹得轰轰烈烈 就连温乔也在脱口秀的节目中 大肆调侃我们 天啊 这江城是只有向晚这一个女人了吗 让人啼笑皆非 那天做完节目从台里出来 合成在停车场等我 我摇下车窗 她恭敬朝我递过来一份文件 傅太太 这是公司新一期的供应商名录竞标大会 傅总希望您来参加主持 我接过来翻了翻 毫不意外在名单里看到星河食品这四个字 我爸沈星河经营了数十年的小食品公司 曾一度让他风光无限 抛弃弃子 呵呵 有朝一日 竟然要到我手底下讨口饭吃 不得不说 我心中有些五味杂陈 合成在一旁补充道 傅太太 请不用担心 这次大会有采购部的媒经理全力协助你 我点头收下傅念琛这份好意 只要他不提复婚 我也说到做到 绝不阻止他做任何事 何况 沈家我确实想会一会 我把文件夹随手扔到副驾 看向合成 和秘书 最近荣光焕发 可是好事临近 合成有些羞难看向我 随后不太好意思 从包里掏出一张情帖 下个月我要结婚了 请傅太太赏光 我定定看了他半赏 合成在我的目光下 鼻尖隐隐冒汗 头都没抬 傅太太 以前有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见谅 他低声说 我哼笑了一声 不置可否 我不是圣人 曾经的合成 确实让我不快过 我没必要委屈自己 只是这张情帖 才是合成真正的目的吧 请我参加公司大会 哪需要一个总裁秘书 苦巴巴在停车场里 候我呢 傅念称似乎一下子精明了 把以前让我不快人和事 通通给我一个交代 我不是不敢动 但也仅此而已 作为公司两大股东 我们能消除隔阂 也是公司之幸 供应商名录大会上 我稳做主席位 就算不因为傅念称 我有公司一半的股权 做得名正言顺 沈家一家三口全部到场 正如江陵那天在电话里说的 没有傅念称 星河食品早就破产了 大会议结束 沈家就约我吃饭 我刚落座 傅念称后脚跟来 坐在我旁边 低声问 晚晚 会议顺利吗 我今天太忙 还没顾上 全然不顾沈家 三人站起来 想和他打招呼 那满脸尴尬的模样 我隐忍着笑意 还好 玩得很开心 沈兴和握拳低咳了一声 不自在地坐下 江陵沈兴气得脸色扭曲 念称 晚晚 你们都离婚了 感情还这么好啊 江陵到底沉不住气 摆出一副长辈的口吻 我懒得回 傅念称看了他一眼 有劳关心 我们离着玩的 我则冷笑了一声 我们是原配 离了也体面 不像有些人小三上尾 就算结婚 也是一对怨偶 连生出来的孩子 都懂得上行下校 江陵被我们气得五官扭曲 嘴唇哆嗦 她疼得站起身 朝我们指来 傅念称 向晚 你们简直 傅念称脸色转冷 沈兴赶紧站起来 端起一杯酒 姐夫 这一年来 感谢您对我家公司的支持 今后 我们也会出更多新品的 傅念称解开袖扣 双手搭在餐桌上 漫不经心地说 富士选品 一向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沈小姐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 这很好 星河食品濒临破产边缘 哪有什么信心 不然沈兴 也不会附加千金不做 千里迢迢来江城 做一个地方台的节目主持 沈兴脸色清白交错 无助地看向我 姐姐 公司也有你的份 你 沈兴河马上附和道 晚晚 你妹妹说得对 什么时候你有空 来公司把转让手续办一办 我淡淡一笑 沈老先生 不需要 算计一场 你还是留给您儿子吧 沈兴河被我气得剧烈咳嗽起来 江陵怒目圆瞪 奸声叫骂 向晚 老头子说公司给你一半我都不说什么了 你倒还拿捏上了 你为公司做出过什么 我冷声道 所以 你让沈兴来勾搭念称 一来保全公司 二来顺便做上傅太太 好个一举两得 沈兴着急辩解 姐姐 你误会了 你这么说 不是要逼死我吗 你道什么欠 我看是向晚这件人记仇 看你有求于他们 故意让傅念称给你下套 等你上钩了 就把你甩到一遍 只有你 还傻乎乎地以为 傅念称爱你 为你离婚 江陵还真是几十年如一日 胡搅蛮缠 无理取闹 有理没理先闹三分 这顶帽子扣得可真妙啊 要是不知情的外人 还真会觉得 是傅念称始乱终气 我们联手陷害 沈兴一个小姑娘呢 我还没说话 傅念称率先拍桌而起 沈太太慎言 这是要逼我把沈兴 向我求助的短信 拿到电视台 让大家一变真相吗 傅念称甩出了手机 不再给沈兴留面子 你被顾宁川纠缠 又害怕得罪她 那天打麻将 是你让我配合 在顾宁川面前演一出戏 沈小姐 这些记忆都被狗吃了吗 我若有所思地看向沈兴 真不简单啊 步步为营 步步算计 其实 我到今天都没问过 那段麻将视频的来由 原来也是沈兴一手自导自演 我冷笑几声 怕得罪顾宁川是假 借此和念称有暧昧 让我们离婚 才是真霸沈兴 沈兴脸都气红了 手足无措 却还是抱有一丝奢望 看向傅念称 可见是有多不甘心失败 傅念称朝我道 晚晚 我当时昏了头了 其实他只要说 一句是你妹妹 顾宁川有八百个胆子 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江玲 背对得哑口无言 一张老脸 至此被踩得稀巴烂 沈兴和更是颜面无存 脸仗成了猪肝色 指着江玲母女怒骂 你个贱妇 自己上不了台面就算了 还教坏女儿 你 还没说完就两眼翻白 直听停往后倒 江玲二人赶紧上前去扶住 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我好心叫了120 和傅念称一起走出去 没有开车 只是在马路上闲逛 走了很久 我心绪终于平复 这才问傅念称 怎么 不想我和原生家庭和解了 傅念称无奈地看着我 宠溺道 不是有句话说 打不过就加入吗 晚晚 你赢了 我与傅念称 仍没有复婚的意向 我自己简直活得洒脱 傅念称也越来越安之若素 有人嘲笑傅念称 这么久没有与我修成正果 当心一辈子给我打工 她回到 甘之如頤 提前结束出差回家 撞见闺蜜和男友 正在床上干柴烈火 闺蜜的男友沈吟 看着我拍的床照很冷静 问我 想不想让他们不开心 一 苏音撞破位置和林米的奸情时 犹如经历了一场实际大地震 刺激而又震撼 毕竟 床上 那赤条条的两人 一个是她交往了整整三年 即将谈婚论嫁的正牌男友 一个是她掏心掏肺 相处了近七年 除了男朋友 什么都可以分享的好闺蜜 真真无fuck可说 冷静下来后 苏音举起手机 咔嚓一声 拍下床上那对狗男女 出其一致的惊慌是错后 果决的转身离开 苏音出门的第一个电话 就是打给了林米的正牌男友 沈吟 沈吟没想到 苏音约她出来的目的 就是给她看林米和她男友出轨的照片 她平静地看着照片里的两人 然后不着痕迹地推开 沈吟 想不想看到他们不开心 苏音 想 沈吟 那我们结婚吧 苏音 鬼使神差般 苏音还是跟在沈吟的身后 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走出民政局大门 苏音还沉浸在手上的小红本不能自拔 沈吟已经上了车 摇下车门喊她 走吧 回去收拾下你的行李 以往有多甜蜜 如今就有多狗血 她进那曾经有过许多美好 有过无数憧憬的房子时 苏音心底突然涌起一股悲怆 上午的那两人已不见踪影 只是床上的凌乱依然在告诉她 上午的那一幕不是做梦 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啊 她真傻 若不是因为同行的同事 突然身体不适提前结束出差 想必她是看不到这出好戏的 行李收拾好后 苏音才发现 属于自己的东西 也不过勉强能塞满一个28寸的行李箱 走吧 沈银拎过她手上的行李箱 率先开门走了出去 苏音回首望了一眼 这个自己才住了一年的小家 然后转身关门离开 一年前 为着说要同居的时候 苏音是十分纠结的 她向来拒绝婚前性行为 但年轻男女同住一屋檐下 有些事情不言而喻 最后是为着信誓旦旦的保证 绝不会做她不愿意的事情 苏音最终妥协 毕竟 位置除了性子爱玩了些 其实也没有其他多不好的习性 而且两年相处下来 两人的感情已趋于稳定 似乎也可以朝着未来的目标 去试着进一步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 苏音暗暗告诉自己 这三年的青春和感情 全当是为了狗了 你要带我去哪 上车后 车子越行越远 苏音似乎如梦初行 警惕地看着驾驶座上的沈银 沈银平视前方 言简一该 我家 苏音身躯一阵 明你家 沈银许是没想到她这么大反应 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然后又淡淡解释 我们结婚了 不住在一起 其他人是不会相信的 苏音知道 她口中的其他人 是指位置和林米 手指触到包里 刚领完还热乎的结婚证 苏音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又沮丧地松了身子 然后什么也没说 任由沈银 一路载着她 回了他们的家 沈银的家不算大 三房一厅的户刑 整体装修以黑白两色为调 十足的冷感风 就像她的主人一样 给人的感觉 也总是冷冷淡淡的 以后 你就睡次卧吧 不收你房租 苏音还在发着呆 沈银已站在敞开的房门处 示意 你的房间 望着那不见深浅的房间 和立在一旁的男人 苏音不由咽了咽口水 她在想 她今日的决定是否太过冲动 但是结婚证都领了 线下在反悔 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二 林米找上门的时候 是在出轨事件发生一个星期后 看见开门的苏音 林米直接震在了原地 苏音 你 你怎么在这里 苏音无所谓的耸耸间 我住这里 文言 林米精致的妆容机遇崩裂 随即用力一把推开苏音 苏音一时不备 直接撞上了一旁的跪脚 沈音 到底怎么回事 苏音为什么会住在你家 林米尖锐的声音在客厅响起 多多少少带了些气急败坏 苏音摸了摸 有些隐隐作痛的腰部 抖了抖精神 回到战场 沈音冷冷的声音 我们结了婚 当然要住在一起 什么 结婚 你吗 林米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那眼里的恨差些 要把人烧出个窟窿来 看见他这幅模样 苏音似乎再也想不起 那个在自己面前 总是一幅温柔善意的林米了 原来 人可以这么多面呢 在多年交情的好朋友面前 是一幅面孔 在十年交情的好朋友的男友面前 又是一幅面孔 在自己的男朋友面前呢 估计又是另外一幅面孔吧 但是啊 男人最不吃的 就是你无理取闹 或者胡搅蛮缠的模样了 苏音深深吸了口气上前 一把挽住刚刚沐浴完 一身清爽的沈音 语气轻盈 老公 你洗完澡了 沈音还没答话 一旁的林米 又险些气歪了一张精致的脸 事已至此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了 当然 也无需再继续演戏了 苏音 你真贱 啪 苏音直接呼了林米一巴掌 这一巴掌 她想打很久了 所以这下丝毫不留余力 你 你敢打我 林米一时发猛 反应过来后 扬起手想回击 却被沈音一把扣住 闹够了没 沈音冷冷地看着林米 脸上的神情深不可测 沈音的样子 是真的生气了 林米心下一颤 眼里的气焰 也一下子熄火 只是心底依然不愤 沈音向来凉薄 他们从小认识 交往三年 也从未见过她生气的模样 而如今 却因为苏音怒目对她 她不是有洁癖吗 三年来她无数次明示暗示 想搬来她家 都被她毫无余地地明确拒绝 她努力了那么多年 都得不到她的心 结婚更是痴人说梦 苏音凭什么才分手几天 就成了沈太太了 苏音 我会诅咒你的 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 知道当下行事于自己不利 林米心底虽恨 却也只能愤愤离开 林米临走前 那目自尽烈的模样 苏音知道 和沈音结婚的目的 开始起效果了 林米离开后 苏音发现自己 还挽着沈音的手臂 忙不迭松开 却不慎拉扯到了 刚刚碰撞到的腰部 思苏音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了 沈音低头看她 没事 苏音收起眉间的难受 摆摆手 过来 沈音却转身拎出了一个小药箱 在沙发坐下 修长好看的手指 轻轻拍了拍她身旁的空位置 啊 苏音猛了一下 又听见她的声音 擦药 原来 她都看到了呀 三 虽然已是夫妻 但处处相处 还是难免别扭 为了避免直面尴尬 苏音将起早闹钟 往前调了许多 果然 两人碰面次数骤减 苏音暗自窃喜 不想半月过后 某人伺候之后觉 一日将她堵在客厅 沈音很高 苏音自认不矮 一百七十厘米的身高 但站在沈音旁边 还是足足低了她一个头不止 她居高临下看她 你在躲我 闻言 苏音小脸一僵 干干笑道 啊 没有啊 然后趁她沉默 惊呼一声啊 我要迟到了 低头绕过她 迅速逃离现场 呼出了家门后的苏音芳 大大松了口气 皆因为某人的气压 实在是太强 她怕要是再晚走几步 说不定下一分钟 就会软了腿脖子 乖乖脚械了 但是她怎么可能承认 她其实有些后悔了呢 关于这场婚姻 见出窍的那一刻 她就应该知道 她没有回头路了 到了公司后 苏音便被部门老大 喊进了办公室 然后交给她一个任务 说是公司接了一个单 客户指明 要苏音负责 整栋房子的装修设计 说是在杂志上 见过苏音的作品 颇为赞许 苏音所从事的公司 是本是一家 实力前三的 室内装潢设计公司 而苏音自毕业后 一直就职于此 已有三年光景 回到座位的苏音 摊开手上的客户资料 关于客户信息一栏 只有简单的一个英文名 和十一位数的手机号码 客户要求颇为古怪 指明不要电话联系 凡是通过微信沟通即可 这是苏音工作 三年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客户 不过客户即上帝 前到位就行 作为打工人的苏音 深谙此道 所以也并未多纠结其背后的原因 加上名为Darion的客户微信后 苏音在线上与他确定了上门良房时间 不过让苏音略感困惑的是 虽然Darion先生拒绝电话联系 但与之沟通 似乎又是一个颇为礼貌与绅士的人 Darion先生的房子属于本市房价十之昂贵的半山别墅 自然离市区也有一定的距离 绕了城市半圈的苏音 终于在半山腰移动三层别墅门前站顶 正值午后两点 头顶上的太阳正热辣 苏音平日最怕热 此刻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额角 正不断地往外渗着焊住 刚准备掏出纸巾擦拭 就看见眼前紧闭的大门被人从里面缓缓拉开 开门的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虽然苏音尚未见过Darion先生 但直觉却告诉他 此人并不是他 果然就听见眼前的男子说道 请问是苏音小姐吗 我叫陈家 Darion先生叫我过来把钥匙给你 苏音点点头 接过陈家手上的钥匙 正打算打听下屋主的一些癖好时 他人却急匆匆离开了 还留下了一句 我任务完成了 有事直接找Darion先生啊 苏音只好进屋开始凉房 待他工作告一段落后 外面的天色已在不知不觉间沉了下来 似乎有大雨倾盆的迹象 该不会这么倒霉 要下大雨吧 苏音心中暗存不好 而老天爷似乎为了认证他的猜想 一声惊雷划过天际 不消己顺 斗点般大的雨珠落了满地 苏音有些苦恼地将视线从窗外收回 因为没带雨伞 加上此地此刻轿车更是难上加难 只好歇了心思 在屋里寻了唯一的一张小沙发坐了下来 一边关雨一边构思着装修方案 沈银的电话 是在一片稀稀利利的雨声中打了过来 四 沈银到达的时候 苏音正犯困 有些昏昏入睡 幸亏这栋房子已通了水电 要不然夜色沉沉 苏音心底还是免不了要发出 见到他进来的身影 苏音心里踏实了许多 同时又感到一丝恶然 虽然他在电话里说来接他 让他等他 但实际上 他对他话里的可信度还是存了疑 他们似乎还没熟忍到这个程度吧 被大雨困住的新婚妻子 披着夜色无惧风雨来迎接的丈夫 怎么看都应该是一对有爱的情侣 才符合场景设计的 偏偏他们俩只是为了报复各自出轨的对象 选择同盟 联合演戏 虽然这场戏中的道具过于真实了 沈银进屋后 打亮了一番眼前的房子 问苏音 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 文言 正在收拾图纸的苏音一愣 抬头看他 一时豁然后 只当他在梅画找画 又低头继续收拾 回他悠悠一句 买不起 沈银见他煞有介事皱起的小脸 笑了笑 倒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几天后 苏音将初步构思的装修方案 给Darion先生发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 收到简短的回复 没问题 事情进展得太顺利 苏音忍不住心底打鼓 幸亏这位Darion先生 已付了50%的定金 要不然 苏音都有理由 怀疑他是不是来白嫖的了 苏音想过 与这位委托人见一面 详细沟通 关于房子的装修事宜 但这位Darion先生 却说他不在国内 而且短时间内不会回国 并明确表示 希望在他回国的那天 这栋房子已经装修完成了 这样一来 苏音似乎有些理解当初 Darion先生 为什么拒绝电话联系了 时差上的颠倒 也许他不希望有人 在他酣睡之际 打来电话 惊扰到睡眠吧 只是 Darion先生的无条件信任 也让苏音倍感压力 但同时也深受鼓舞 于是 卯足了劲 要令客户满意 只是 过犹不及 容易触地反弹 或许是因为 最近与天连绵 早晚温差大了许多 再加上睡眠质量差 苏音在熬了几夜通宵后 终于倒下了 当沈银发现他时 他整个人已烧得迷迷糊糊 被他拦腰抱起时 嘴里还念念叨叨着他的装修稿 听得沈银又好气又好笑 打了一夜点滴的苏音 在清晨缓缓苏醒 意识到自己在医院时 有些猛 又见到床前沈银略显疲倦的眼窝 不自在地笑了笑 如果他没有猜错 昨晚是沈银送他来的医院 他依稀记得 昨晚身上突然传来的温度 他那时烧得迷糊 以为是做梦 还贪婪地往那宽厚的胸膛 一寸一寸贴近 记忆被唤起 苏音一时脸色发烫 见沈银目光灼灼地望他 有些迥促地转过身子 不去看他 沈银见他这样 不负昨晚的胶着 心情一时大好 开口道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还我人情 果然 苏音快速翻转身子望着他 好 只是下一秒 苏音就为自己的爽快 毁清了肠子 因为沈银说 那跟我回家 见一下我父母吧 五 苏音本来以为 沈银家或许不穷 但当他置身于 眼前这栋 古色古箱的 独座建筑下 还是忍不住经验 兴许是职业病 踏入这座房子后 苏音就感觉到 自己的血液 情不自禁 有些沸腾 只是当他在沈家客厅 见到位置的那一刹 满腔沸腾的热血 又瞬间冷却 而本身与母亲沈银 并肩坐在沙发上的位置 一眼望见 消失许久的苏音 满脸惊喜 起身迎了上来 音音 这一个月 你到底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我找 还未说完 余下的话 因为沈银的动作 生生吞回了肚子 沈银往前一步 挡在苏音的面前 眸色一冷 扫过位置脸上的喜悦 提醒 别乱喊坏了辈分 她是你舅妈 沈银的话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 屋子里的气氛 瞬间冷却了下来 苏音迎着沈家 一大家子的打量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沈银适时地握住她的手 朝着客厅 中央闲座话聊的父母走近 爸 妈 这是苏音 我们结婚了 沈银的话说得平静 沈父沈母 却一脸错愕 一旁的沈银 更是在瞧清楚 苏音的五官后 心下一紧 她分明记得 这个叫苏音的女孩 是自己儿子位置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她知道自家儿子性子也 一开始以为她不过是抱着玩的心态 加上年纪小 玩玩也无妨 短暂交涉无效后 便也就由着她了 却不想今年年初的时候 儿子竟然跑来与她说 她又想结婚的女孩了 就是三年前给她看过照片的苏音 她尚来不及想出法子阻止 毕竟小门小户出身的苏音 与高门大户的魏家始终是门不当户不对 却不想今日这女孩又勾搭上自己的弟弟了 连自己外甥的女朋友也抢 魏智握着拳头 狠狠瞪着被她揍了一拳的沈银 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一般 将眼前的沈银挫骨扬灰 许是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沈铃和沈母被吓了个花容失色 沈铃反应过来后 急急起身拦腰抱住了自家儿子 拦住了魏智又欲挥出的拳头 苏音也被吓了一跳 魏智拳头落下来的那一刻 她差些惊叫出声 下一秒发现 沈银竟然被人当面给揍了 好家伙 苏音望着沈银嘴角处渗出的血迹 替她默挨了三秒 而当事人却在此刻沉着一张俊脸 慢悠悠站了起身 打爽了吗 她眸色清冷 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 魏智虽然仗着自己有理 但触到她眼底的冷意后还是触了 只是脸上依旧不肯认输 耿着脖子 怒目相视 还是沈父沉着冷静 看了看见弩巴张的两人 对沈银说道 阿银 你跟我去一趟书房 六 阿银 虽然我知道 感情的事向来都是讲求个缘分 书房中 坐在太师以上的沈父 与众深长地看着立在自己对面 从小变出类拔萃的儿子 但你也不能沈父欲言又止 片刻停顿后 也不能抢自己外甥的女朋友啊 爸 我和苏银结婚的时候 他们已经结束了 沈银语气平静地纠正父亲 自未知选择出轨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没有资格再拥有苏银了 对于父亲的说辞 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但他更在意的 是不能让父亲对苏银有了误解和微词 苏银那么温顺的一个女孩 必然是不喜欢别人对他有所误解的 七年前 他第一次在支教队伍中见到她的时候 这个女孩连同他眼里的灵动 就那样搅乱了他心底的平静 以至于后来 年月沉积间 每一次见他 都发现自己始终念念难忘 因为曾经的遗憾始终耿耿于怀 为着说他抢 父亲也颇有微词 以为他抢了自己亲姐姐儿子的女朋友 却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谁在三年前 偷走了他心肩上的女孩 那天 为着手上举着一张照片 似在他面前炫耀 舅舅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 苏银 他看见照片里的女孩 被魏智从身后揽在怀里 笑得一脸温柔 那一刻 他整个人如坠冰窖 他不愿相信 自己放在心间 喜欢了那么久的女孩 就这样落入了他人的怀抱 而且 这个人还是自己的亲外甥 呵 多么可笑又残忍的事实 魏智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后来在沈家后花园 与母亲沈林的对话 被他听了个真切 他粗鲁地一把甩开母亲的手 脸上扬着不甘 凭什么从小到大 你们都要将我和他比较 凭什么他沈银样样都比我优秀 我就是要抢他喜欢的女人 让他也尝一把失败者的滋味 沈银才想起 那一次 魏智又闯了祸 被父母与姐姐责备 话里多番提及 要多向舅舅学习的话 或许是经年积累的怨气 心中多有不分 再加上那时候 姐姐似乎对他与苏音的交往 颇有不满 激怒了他 果然 那一天 他匆忙合上照片的动作 还是让魏智看到了 那张照片上的人 正是苏音 在辈分上 沈银是魏智的舅舅 但沈银也不过比魏智 大上三岁而已 父母老来得子 生下他的时候 是姐姐正准备婚嫁时 沈银与魏智的救生情 其实有些淡薄 因为只从小学起 便去了国外念书 回国那年 已是他大学毕业半年后 一开始 魏智并不打算回国 国外的潇洒生活实在是令人乐不思蜀 直到半年后 沈银去国外抓人 才将他拎回了家 只是让沈银不解的是 回国后的魏智 与他之间 始终有着一层无法跨越的隔阂 魏智对他的态度很淡漠 看他的眼神 总是带着明显的疏离 沈银从小便是天之骄子 父母以他为傲 却不想着长大的孩子 却如同脱了江的马 坚持自己的信念 要靠自己去闯一帆天地 所以 毕业后的沈银 并没有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 接管沈氏家业 而是靠着自己 在大学时赚取的第一桶金 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 如今三年过去 他身上的成绩 让当初不看好的人 都乖乖闭上了嘴 只是 事业虽然顺遂 但当年留下的遗憾 始终令他难以释怀 知道苏音和魏智交往的事情后 他质问登门来找他的林米 七年前为什么说谎 林米却仿若失忆 将七年前与他说过的话 忘了个一干二净 沈银 苏音说他有交往的人了 在外地念书 他让我和你说一声对不起 但魏智甚是得意地称 他是苏音的初恋 沈银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信了林米的话 相信他真的会帮自己 撮合他和苏音 真相戳破后 沈银对林米彻底失望 若不是念在姐姐沈银 与他母亲是好朋友的关系 他断不会再理会他 后来 一件意外的发生 令他突感颓败与厌恶自己 对苏音的心思 也只能藏入了心底 却不想三年后 魏智和林米的双双出轨 给了他和苏音开始的机会 七 从沈家大宅回来后 苏音心底气着沈银的隐瞒 到底没给他好脸色 直接进房关上了门 沈银望着那紧闭的房门 无奈苦笑 今天会撞见位置 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本想着的是 早些带苏音回去见一下父母 毕竟 他是他想要一辈子的人 今日会出现的位置 纯属意外 虽然他并不打算 一直瞒着苏音 他与位置之间的关系 只是今日的时机 始终有些不对 很明显的 苏音对他生气了 但他的安静 不吵不闹 却让他有些心慌意乱 他宁愿他冲 自己发脾气 而不是什么都不说 置他于门外 他本意虽不想伤害他 但结果终究 还是令他受到了委屈 母亲不知道 是否听信了他人的说辞 他从书房出来后 发现母亲 看苏音的眼色都变了 他突然有些后悔 将他一个人 留在硝烟正浓的战场 更不知道他上楼后 母亲 姐姐他们 是否对他说了些不好的话 他想问他 他却完全不给机会 沈银抬了抬手 想要敲门 立在门口思索许久 最后颓然地转身 转身离开的 他看不见隔着房门 瞪着那一面门墙 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的苏音 许久后 仍是一屋寂静 里面的人出不去 外面的人进不来 对于沈银的隐瞒 苏音可怕地发现 他一方面是生气 另一方面却心乱如麻 有一股怎么理也理不清的麻虚 在拉扯着自己 他把位置和林米的照片 给他看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照片里的男主角 就是他的外甥 他却不动声色 还问他要不要一起报复他们 苏音知道自己应该愤怒 毕竟他欺骗了自己 但他却又无从发火 纵使沈银没有说明 他和位置之间的关系 但他提议结婚 也是他自愿点的头 或许 他真的很恨那两个人的背叛吧 纵使万劫不复 也要一路走下去 如今再去追究 当初谁是谁非 似乎有些晚了 也许 他能理解沈银 在知道林米出轨的对象 竟然是他的亲外生时的那种愤怒 纵使是他 在看到位置和林米纠缠在床上的那一幕 也一度怒不可遏 想将之错骨扬灰 更何况沈银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自己的女朋友 竟然和自己的亲外生搞在一起 他没有将这两人的丑事公之于众 也算是仁慈了吧 不过苏音也更加清楚 沈银提议 以结婚这招去抱以林米和位置的出轨 更损更助心 旧日林米脸上的抓狂 今日位置无法控制的拳头 都在证明他们的复仇计划 收效甚加 虽然今日一行 也收获了一些糟心事 苏音以为 自己与沈银结婚不过是有目的而为之 所以她的一切 她理所当然不会在乎 但今日沈母看向自己时 那眼里的冷漠 还是让她生生打了个冷战 沈银随着父亲去了书房后 沈母在向沈林 大概了解了她与位置的关系后 眼里的冷漠更甚 同时也多了一抹厌恶 隔着一米宽的茶座逆着她 我们沈家绝不会欢迎你这样不知检点的女人 面对来自名义上婆婆的厌恶 苏音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也无从解释 唯有滴滴脸了眼眸 安静地等着沈银 见到她下楼 她如是重负 她上前向她伸出手的那一刻 她没有丝毫的犹豫 握住了她的手 毕竟这个男人 曾是她第一次动了心 一见钟情的人啊 8.苏音记得 第一次见到沈银的时候 她大一 沈银大四 那时候 学校暑期 时常会组织部分学生 到西部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支教 苏音是他们宿舍第一个报名的 那时候 这支支教队伍的队长是沈银 队伍浩浩荡荡出发后 苏音发现 当初说死也不会去的同宿舍林米 也赫然在队伍中 那时候的苏音 与林米关系并不亲近 苏音素来低调安静 而林米则相反 苏音也想不到 支教一行后 她会和林米成为好朋友 一顿舟车劳顿 在夜色降临之际 学生们终于到达了支教的学校 学校环境简陋 所以能提供给学生们的住宿环境也一般 苏音生于江南 长于江南 第一次离开水乡 是因为考取了北方的大学 支教的学校处在高原地带 虽然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当晚苏音还是因为无法适应的高原反应 一直睡不着觉 转转反侧许久 她看了一眼睡得正香的同屋林米 起身 她记得 队伍的物资箱里是有氧气瓶的 只是她没想到 失眠的人不止她一个 还有沈银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苏音 印象中的夜空 除了一片深沉 很少有意外的馈赠 而当她走出房门 抬头的那一刹那 头顶上的满天繁星 使得她一时入了迷 等到她满足地收回视线 才发现 沈银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对面 而那张令无数女同学 沈网的脸上 罩着氧气瓶的罩子 后来 苏音想起沈银当时的样子 禁不住玩耳 特别是她还很直男地 把手上的氧气瓶地向她 来一口吗 那一刻 苏音心动了 其实 苏音知道 在队伍发起的那天 她见到沈银的第一眼 就心动了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苏音知道 自己中了一个名叫做 沈银的男人的毒 而沈银 似乎也总会在不经意间 对苏音多加照顾 她知道她是南方人 吃不太惯高原上的食物 便向学校里的老师 讨了做饭的家伙 给队伍里的同学们做饭 虽然旁人眼里都看得出 沈银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上帝总是公平的 虽然给了沈银好的颜值和智商 但在厨艺的造诣上 实在是令人汗颜 所以 支教的那一个月时间里 唯有苏音最仗义 每次都昧着良心 夸她手艺精湛 一边把她做的饭菜 都给吃完了 支教的日子虽然有些苦 却也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 支教结束的那一天 学校里的孩子们 拉着只是有过短暂相伴的他们 泪眼婆娑 苏音转身去抹眼泪的时候 沈银背着的手 递过来了一张手帕 回到学校后 苏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 而沈银 临近毕业 似乎也很忙 苏音遇见她的次数遇见少了 而令苏音意外的是 回来后的林米突然变了性子般 与以往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同的是 她开始与同宿舍的人热络起来 特别是对她 更为热情 苏音本身是个不善于拒绝人的人 别人对于她一分好 她定会回忆十分的真心 所以一来一往中 她与林米的关系越来越好 好到可以睡同一张床 眠同一席背 后来当林米和她说 她很喜欢很喜欢沈银 从小就喜欢 苏音整个人都傻掉了 那沈银呢 沈银也和你一样 喜欢你吗 苏音如耿在喉 但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 她怕自己读书了 两方于她 她都害怕失去 后来 她看见盛装的林米 挽着沈银出现在圣诞舞会的那一刻 她知道 自己该梦醒了 情不知所中 一往而待 苏音以为自己对沈银不再念想 但始终不能真正地释然 直到四年后 未知出现 在她的强烈攻势下 她想 自己该是真正地放下了 九 Darion先生的项目 因为前段时间身体不适的原因 耽搁了几天进度 苏音向Darion先生致以歉意后 幸好她充分理解 至此 苏音全身心投入了项目中 又是一寻常的加班夜 临近圣诞 天气愈发动人了 未知不知何时候在了公司门口 苏音刚走出来 就被她一把拦住 音音 你下班了 语气中 有着往日里不见的讨好 但苏音自觉与她 再无交谈的必要 在她选择出轨的那一刻 他们之间就完了 冷冷地赠她一眼 嗯 借过 音音 我未知自知理亏 瞥见苏音眼底的冷漠 心下一颤 一时不知该从何解释 自从上次在沈家一见后 她给苏音打了无数个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无奈只好到她公司蹲点 好不容易见到 见她又要离开 顿时急了 音音 都是林米她勾引我的 我 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 苏音前行的脚步一顿 似乎听到了一个可笑至极的笑话 转身看着眼前这个 自己交往了整整三年的男人 一股陌生感油然升起 她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自己喜欢了整整三年的阳光男孩 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 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虽然这个人并不无辜 但是魏智有一件事做错了 那就是她把苏音想得太单纯了 是吗 真的都是林米单方面勾引你的 苏音转身 步步逼近 魏智看见她脸上的冷领 竟有些恍然 眼前这个一脸冷冽对自己的女孩 与平日里那个温婉无害的苏音 再无一丝重叠 她只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因此判她死刑 她不甘心 是 都是林米主动勾引我的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 记不清楚了 那不如我来帮你说 林米一字一字 半年前 我生日的那天 林米喝醉了 你送她回家 然后孤男寡女 干柴烈火 你们魂不知觉 就睡在了一起 苏音说完 发现自己的声音 竟然忍不住发颤 沈吟前些日子与她坦白 说她早就发现林米出轨 而且出轨对象是未知的时候 她差些被她煎得恰好五分熟的荷包蛋卡住了喉咙 但她并没有朝她发火 或许沈吟深知 吃人的嘴软 在一桌美味的吃食面前 她实在是开不了口责怪她 毕竟 那也是她心中的痛 女朋友出轨 确实不是件值得宣扬的事 他们也不过是同盟 相互利用 各取所需罢了 苏音忽然想不起 那一次撞见未知出轨的自己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 伤心 愤怒 绝望还是冷漠 苏音只知道 从那一刻开始 未知于她 从此只会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虽然被一时的愤懑冲昏了头脑 和一个实际上并不熟络的男人结了婚 冷静下来后的苏音 其实是害怕的 但她却不能在沈吟的面前露了切 也许 她依然想保持着她的骄傲 也许 她害怕她察觉 很多年以前 曾经有一个女孩爱慕过她 音音 我在事实面前 未知知道自己 无法继续为自己开脱 颓然地垂着脑袋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了 苏音淡淡地说完 转身离开 只是 谁也没有料到 明明是绿灯的斑马线上 一辆失了空的货车 直直朝着苏音的方向 撞了过来 苏音 尖锐的鸣笛声 男人惊恐地呼喊 划破了这深夜里的宁静 时 苏音福大命大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双强有力的手臂 从背后抱住了她 用力一甩 避开了货车的致命一击 苏音只是受了轻伤 只是扑出来救她的那一个人 因为在地上翻滚的时候 一直死死护住她 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又手臂严重骨折 单人病房内 苏音小心翼翼地 将手上的周 未尽救命恩人的口中 对于昨晚的事故 仍旧心有余悸 生死一瞬间 如果不是沈银及时出现 拉了她一把 她现在应该是在天上 和上帝玩耍了吧 右手打了石膏的沈银 享受着家人投石的待遇 又瞧见眼前人皱起的小脸 心下软了一片 用那算完好的左手 握住了苏音的右手 啊 手上突然袭来 沈银掌心的温度 猝不及防地肌肤接触 苏音发现自己的脸上 竟忍不住发烫 七年前 林米说她喜欢沈银 那是苏音第一次 尝到了追星的痛 四年后 一次同学聚会 林米拒绝了班上 所有男同学的护送 羞涩表示 她男朋友会来接 时隔四年 苏音第一次见到了沈银 四年后的她 似乎成熟稳重了许多 顶着一张神言 绅士地为林米开了车门 在一众羡慕的目光 护送下离开 苏音站在冷冽的寒风中 只觉得那晚的天气很是糟糕 如今想来 她不是真的丝毫不在意 只是她强迫自己不去在意罢了 而且那时候的她 刚与位置在一起 她也不允许自己再去想沈银 苏音仔细想了想 在撞见位置和林米出轨之前 她与沈银在这三年间见面的次数 其实屈指可数 除了那次同学聚会 看起来颇为甜蜜的一幕后 后来再见到沈银 基本是因为林米在酒吧喝醉了 苏音一个人无法劝她回家时 只能打了沈银的电话 每一次 过来接人的沈银 都是冷冷淡淡的样子 苏音一度好奇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否出现了问题 但林米每次都强调他们很好 苏音便也不好继续问下去了 直到后来 撞见了床上纠缠的两人 苏音顿悟 林米或许从来都未对她坦诚过 在想什么呢 沈银突然用力握紧了掌心下的某只小手 想要换回她不知飘到何处的注意力 你是不是喜欢我 苏音终于问出 七年前就想问的问题 沈家一家子出现在病房的时候 苏音直接被挤到了外面 转身的时候 发现林米也来了 苏音 你知道沈银知道我在网络上抹黑你 说你抄袭别人作品的时候 她对我说了什么吗 病房外的走廊上 林米精致的脸上闪过悲凉 苏音平静地看着她 没有接话 啊 她说 如果我在做伤害你的事 她不介意把我和未知的事情 告诉全世界 她好狠 她竟然不怕身败名裂 就只为了保护你 还有 你知道吗 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小时候没有 七年前没有 三年前也没有 一直都没有 你是不是很好奇 既然她不喜欢我 又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因为三年前她知道 你和未知在一起后 借酒消愁 然后我就脱光了衣服 骗她说她把我睡了 必须对我负责 呵呵 我是不是很聪明 既然得不到她的心 得到她的人也好啊 哈哈哈哈 林米说话间 眼角似乎有泪划过 对不起 七年前我骗了沈银 说你有交往的人了 沈银本来写了一封信给你的 但是被我撕了 她竟然在信里 说她有多喜欢你 尾声 动筋伤骨一百天 沈银出院后 因为英勇就义的右手 心安理得的在家里当起了 饭来张口衣来身手的大爷 一天 苏音仔细地将某人的领带给她系好 抬头望见她眼底的笑意 忍不住愤愤地将领带往上一提 果不其然收到了她的连连求饶声 从明天开始 你自己系领带 明明你的手都没事了 还一直驶慌我 哼 想起被奴役的这半年 苏音后知后觉 是要翻身做主人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手又痛了吗 说不理人是假的 府一听到她呼声 苏音整个人又紧张起来 不是 是心痛 心痛我喜欢的人 不肯给我系领带了 但我还想她帮我系一辈子的领带 苏音被她这一番话修的脸色发烫 小拳头忍不住 捶上她坚实的胸膛 讨厌 在医院的时候 她问沈吟是不是喜欢她 沈吟答了 她很认真地说是 从七年前开始 所以 结婚 不是为了报复 只是她的一个计谋 一个可以马上让她来到她身边的计谋 她等了太久 她不愿再放开一丝一毫的机会 虽然方式有些可耻 但在喜欢的人面前 她不介意变成一个坏人 一直以来 她强迫自己不去想 不去理会与她有关的事情 但事与愿违 因为林米 因为位置 他们之间总还有着切不断的千丝万缕 位置对她的不珍惜 让她瞬间清醒 她不是什么伟人 她做不到有一天 强颜欢笑祝福他们二人白头偕老 幸好 她还来得及 一天 沈银突然说要带她去一个地方 苏英问她是什么地方 她笑了笑 与她食指交握 神秘兮兮的道 保密 当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 苏英发现道路两旁的景物愈发熟悉起来 这不是去往Darion先生那栋别墅的路吗 上个星期 苏英才将这个自己跟了整整九个月的项目完结 就等Darion先生回国验收了 但沈银带她来这里做什么 直到车子在Darion先生家门口停下 苏英还是障碍摸不着脑袋 又瞧见在门口等着的陈家 陈家见到沈银 恭敬着上前地上一把钥匙 老板 这是钥匙 苏英站在原地 呆呆地望着他们俩交收 进去吧 女主人 陈家离开后 沈银上前打开房子大门 大手一摊 满眼笑意地望向苏英 苏英终于回神 望着她许久 你又骗我 你生气了吗 瞧见她眼底的水润 沈银突然就慌了 她当初买下这个房子 指明要她设计装修 只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啊 从未想过要骗她的 千真万确 沈银正欲举手向天明示 怀里突然冲进一个又暖又软的身子 以后不许再骗我了 好好好 都听夫人的 不知道 不许多 不许多